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嫌鱼不想翻身》 第四十五集 第一人 有些事,你看起来挺难 做之前觉得挺难,但真正去做了 情况又有些不一样了 袁金夏本来打算和载懒夜去聊变动的时候 心里一直在打鼓 甚至第一不要说什么 第二不要说什么都在心里打了草稿 要一步一步地慢慢说 甚至进天院的时候还深吸了一口气 才迈得腿 可聊完之后,袁金夏才发现 虽然这是上他理亏 但好像也就那样 事实发展并没有他想得那么难解决 袁金夏处理完杂兰叶才有些放下心来 准备去父王夫人的约 他不在京中的这段时间 领儿倒是重阳宫去得勤 可王夫人去得到没原来那么勤了 但每次去都会脱算命的先生 给袁金夏问好 在问了第五次好之后 给了算命的先生一封腰帖 里头写了邀请袁金夏 五月初八来府上吃茶 袁金夏回来的时间正赶巧 改完了院子里的人员制度 以及搞定了载兰叶之后 袁金夏就开开心心地去赴约了 有了上回进宫学的规矩 袁金夏这回穿戴的贵气得体的同时 也没出什么洋相 还在王夫人的引荐下认识了不少京中贵妇 袁金夏也头一次意识到 她当初选了王夫人 做第一个结交对象 是有多么的正确 相国的夫人还真不愧是C位名媛 经王夫人这么一组织 袁金夏觉得她来这的第一个赚钱小目标 将有望大夫提前完成 只是听着所谓的贵妇们聊了一下午 袁金夏才知道 原来古代上层阶级的女性才是凡尔赛文学的鼻祖 在院子里闲聊时 李夫人吹牛说 相公给买了好看的镯子 还拿出来显摆了一下 袁金夏不懂 也只能跟在后面呵呵地笑应付 可许夫人就不甘示弱了 不经意地露出点 她手上带着的在说点什么 恭维她好福气的话 顺道还要提提她那个争气的儿子 袁金夏刚听了两句 就知道如果不是为了钱 就是打死她 她都不会参与第二次这种无味的吃饭串门 好在她目的明确 听着这些无知攀比的言论 也不觉得太过于难熬 反倒让她知道了 每位夫人最缺的或是最为看重的是什么 不是有句话说吗 最缺什么 往往就越喜欢炫耀什么 关于这点理论的真实性 袁金夏以前 每天刷朋友圈的时候 就总觉得朋友们的朋友圈是在完美地印证这句话的准确性 袁金夏和贵妇们在王夫人家的后院里参观了一下午 又吃了晚饭后才坐上了回府的马车 出府的另排袁金夏下扬州之前就拿到了 再加上这趟扬州执行和路易关系的更进一步 袁金夏也就没提前通知路易他要出府的事情 直到坐在马车上想了一路回了府 被门房叮嘱了王爷在寻他时才猛然想起来 出府时太开心了 都忘记和路易打招呼了 找了个小思问了王爷在哪之后 袁金夏大不留心的就去了 听说你找我 室友 路易向是被皇上又指派了新任务 袁金夏推门进书房时 只看见桌子上堆满了卷宗 剩下想问路易找他是有什么事的话 都到嘴边了又让他咽进了肚子里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没关系 你要找我的时候让人叫我 袁金夏有些尴尬地在原地摆了摆手 也没进身 反倒是转身有些想退出去了 可身子刚小夫扭动了一下 只听到路易说着没事还让他过去 会摸摸吗 这个朝代的字除了几个别他看不懂的 大部分都是繁体字 有些东西他还是能看懂大半的 但繁体字看着费劲 袁金夏也懒得看 只是他不知道下人都说路易找他 感情是书房里缺个伺候笔墨的 袁金夏捏着乌黑的墨条看了一眼 就又扔了回去 他从回来的路上就一直在思考女性地位的问题 现在被路易当成了个书房伺候的丫鬟 使欢自然没什么好气 没磨过 袁金夏达的老实 他确实没试过 可语气怎么听都像是若有肆无地透出了一点呛人的味道 王爷要是缺个伺候的 我去给你叫个人 这是你找我 我可干不好 回头袖子脱墨里 还要平白弄脏了王爷的文书 袁金夏这是说得在理 他的笨手笨脚 路易算是见识过的 只是他还未来几反应 袁金夏就话赶话地说得着急 除了嬷嬷王爷找我还有什么事 没事的话我就先回房了 今日出门有些累了 就早些回去歇着了 说完还准备扭头就走 这一幕还真是有些让路易看呆住了 敢这么跟他说话还打算走的 袁金夏似乎是第一个 第46集 一半 回来 路易的话里似乎没带什么情绪 起码袁金夏没听出来 但破语还要在路易手底下讨阅历 袁金夏最后看在钱的面子上 也没算太吓路易的面子 转身迈出的那条腿又及时收了回来 过来 路易见他转身收了要走的心思 便开口叫了他 这一声才叫袁金夏听出了点不可为逆的意思 乖乖走去了路易的身边 所以今日去哪了 火气这样大 也没什么 去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聚会 朋友 他之前翻墙去见的吗 路易不太清楚 袁金夏在他心里就像一个巨大的深渊 越看就有些越看不到底 既如此路易也没执着于搞明白他所有的弯弯绕绕 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 袁金夏静静地在路易身边站了一会有些停不下 伸手在路易的桌上都摸摸膝看看 把面前笔架上的毛笔都摸了一遍 又翻了翻桌上摆的他没太看懂的书 才打起来眼前艳态的主意 捏着墨条再研究了一下 才试着在艳态上磨了两圈 你说女子依附男人而生可悲吗 袁金夏没去看路易 他话问的也随意 是随便捏着桌上的墨条随意磨了两下后想问的 封建社会民风如此 男尊女卑 他们不曾拥有可以工作依靠自己的机会 只能靠丈夫 今日见了京中最尊贵的夫人们也皆是如此 其实袁金夏没指望路易去答 只是回来的路上对于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 也有些没忍住把他的答案抛给了路易 我觉得可悲 袁金夏见路易没说话 多磨了两圈后也多说了几句 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能围绕着丈夫 尊丈夫为天 可他们的丈夫不也是由女人生出来的 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难道就从来没有人觉得自古如此也不一定代表全都是对的吗 那你觉得男女之间该是何等关系 袁金夏原本以为路易是不会与他搭话的 他也是随便说说 可路易既然问了 他倒也没藏着掖着 平等的呀 男女难道不该是都一样的吗 男女一样 如此新鲜的想法 路易是第一回听说 但听着袁金夏说的理直气壮就仿佛他一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认为 且是被这样的思想影响着长大的 嗯 难道不是吗 知识上难道有什么事情是男人做的女人做不得的吗 即使男女在体力力量方面确实没办法比 但有些事情不也是女人才能做到 男人做不到吗 如此算下来 也该是扯平了的 你想过没 从前的社会是母系社会 知其母不知其父 过而女人为尊 可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男人为尊 说到底 其实就是因为男子因体力上有优势 在拥有了更多资源的同时 也拥有了资源分配权 才将女人发展为了自己的私人所属物品 这时就像一个雪球越滚越大 从一开始的资源分配主导 又逐渐演变成了父系社会 可若是回到源头去论 凭什么男人更有优势 去做而就剥削了女人去做的权利呢 男人和女人从一开始 其实就不是对立的身份 也不是不同的两个阵营 他们或许从来都只是一半 加在一起才能过出更好的日子 两个一半的人 为什么还要分出个高低贵贱男尊女杯呢 圆金夏月说就有些月停不住 虽然他心底里知道 和一个直男癌讨论男女平权 或许压根得不到一丁点响应 甚至极有可能 想往冰面的湖上扔了颗石子 积不起一点水花 可奇怪的是 圆金夏说的没停 陆毅也听得没反驳 只是看着他的眼神 又多了几分说不清的情愫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